你 去 我去 去 我问 去 我去 吃 不吃 吃 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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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会原样归还于你 我娘真好看 她还在对我笑呢 你如此聪明 她若还在世 定也会十分欣慰 此花待我着色 精苗之后再送于你 谢谢王爷 楚楚 这第三件事 我虽不知 我父亲这些年经历了什么 但他独居于此 却又病痛缠身 生活一定十分不易 我身为仁慈 没有在他身边经过一日小 却是你 在他最困苦的日子 常伴在他身边 楚楚 谢谢你 王爷 你这是干什么 你这样 我可受不起 要谢 应该是我谢巫医大叔才对 他不像其他人一样嫌弃我 从小陪着我给我讲故事 鼓励我 我真的很感激他 一辈子 都不会忘记 还有你 那你可想好了 我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是因为如今朝廷 要抓你回去问罪 你怕牵累我 使我为难是吗 王爷 要不你把我交给他们吧 我相信 你一定能让这个案子的真相 大败于天下 我就是 先回长安 在大牢里待上一段日子 我不害怕 楚楚 你仔细想想 我几日前 刚刚查知你的身份 上海有许多事情 有待查证 千里之外的长安 就已经发了抓你的命令 你可知这意味着什么 有人盯上你了 盯上我 谁啊 大内代总管 秦鸾 他发现你身上的石坠 断定你与我父亲有关系 秦鸾 唯恐当年的事情真相昭雪 所以他想通过你找到我父亲 将你们一并灭口 你若此时回长安 便只有死路一条 可眼下 前周私柱同前一案 疑点颇多 背后牵连甚广 我若为护你 随你回京 那便正是中了背后之人的奸绩 所以楚楚 你若真执意要我把你交给他们 才是真的为难我 那该怎么办 你若信我 便安心地待在我身边 先生那里 我自有办法 为今之计